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一集 《偏方小百科》 我是Ken 今集就想跟大家分享糖尿病的营养补充品 我们这个频道是最主要分享一些健康资讯 如果大家想吃少些西药就记得在右下角按这个订阅键 点赞 按钟 分享给身边有糖尿病的朋友 我们上一集已经说过了 糖尿病最主要是要靠断食和控制饮食去逆转 但是糖尿病人不是逆转为血糖那么简单 因为很多糖尿病人已经衍生了不同种类的其他疾病 是由糖尿病引起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麻烦的东西出现呢 就是因为糖尿病的病人 通常的血液里面有一个现象叫Glycation 就是糖化了的血液 糖化了血液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某程度上如果你是保养得好 糖化了一点基本上问题不会出来的 但是通常你是因为缺了某些维他命营养 你再糖化那你的器官就会出问题 在血糖高的情况下 会影响我们身体什么的器官呢 有几样东西是特别容易影响到的 第一个就是你的视力 很多糖尿病人第一个发现到自己有问题 就是你的视力 有些人是到四五十岁 然后突然间视力开始蒙糊 看东西很蒙 可能他们觉得好像是老花 其实未必是 可能是你本身你的血液里面已经糖化了 你可能有糖尿病前期 或者你已经有糖尿病 这是其中一个最容易破坏的器官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血管和心脏 如果你的血液是糖化了 你的血管是很容易塞的 而且你的血管是很容易长期发炎的 心脏也是一样的 第三个部分就是神经系统 很多糖尿病人手手脚脚 经常会觉得好像有针疾 神经很痛 另外糖尿病人很多到晚期 会有衍生出来 比如有阿兹开密症 有老人痴癌等等 老背有很多问题 都是跟糖尿有关的 另外就是这个神脏 糖尿病人尤其是晚期那些 很多很多的肾脚都不效果 我之前有一集已经说过了 为什么肾脚会不效果 就是肾脚最怕两样东西 第一是高二倒数 第二是高糖分 如果你有糖尿病 基本上两样东西都齐了 所以肾脚是最首当其冲的一个器官 如果你有衍生出来这些问题 本身你有糖尿病 你可以靠断食去逆转了 你糖尿病的问题先 但是已经衍生了出来的问题 有些东西是可以帮你修复到它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维他命B1 这种病肾脚是对这个修复神经 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如果有人是因为视力神经受损 是因为血糖太高 手脚或者身体其他的神经受损 维他命B1是非常之有帮助的 我说的所有东西 我会把它放在描述栏那里 大家可以找到那个制量 正常人应该是用多少 我会写在描述栏 另外就是维他命B集 如果你是在补这个维他命B1的话 你长期用它就会 压扁了其他维他命B 譬如B2、B3、B5、B6、B9等等 所以如果你长期用这个维他命B1 你是要适当补充这个维他命B集 第三就是这个维他命B12 维他命B集是最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 在维他命B集里面 其实已经有B1和B12 但是如果大家看看一个网上说 通常维他命B12的剂量是非常之低的 只有一百多二百个MCG 但是如果你想因为你的神经受损 你想修复神经 那么低的剂量是完全没用的 因为维他命B12的吸收率是低于百分之一的 就是说就算你补到一万MCG也好 其实你能吸收到的都是一百左右 很少的 所以如果你本身 维他命B集里面百多MCG 基本上你等于没有吸收过维他命B12 所以如果你是要逆转到 或者是暂停了你的神经受损 维他命B12是要比较高剂量 而且维他命B1、B集和B12 基本上是维修神经是必须要用的 如果你没有这三样东西 你的神经是不会有机会逆转到 而糖尿病的病人这三样维他命B也是缺乏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神经问题 就补回这三种的维他命B 第四种就是维他命D 维他命D我已经讲过很多集了 除了可以帮助你增强你的免疫力 其实它还有很多奇妙的功能 维他命D它自己本身都可以令到 你的胰岛素敏感些 即是说如果你本身糖尿病人 就是有胰岛素抗拒这个问题 维他命D是有效令到你的胰岛素敏感 以及所有的糖尿病人 差不多可以这样说 都是缺这个维他命D的 断食可以帮助你的胰岛素敏感 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很好的方法 譬如维他命D都可以帮你的胰岛素敏感 还有如果你用维他命D 身体是可以抗到盐的 而糖化的血液最容易有的问题 就是你身体长期低度发炎 维他命D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维他命D我之前也讲过 维他命D最好 如果你短期用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长期用 你是要加上维他命K2 因为维他命D你吃得高剂量 它会将你平时吸收的钙提升几十倍 那么多的钙就要靠维他命DK2 带入你的骨头里面 另外也有很多文献说 只是维他命DK2 都可以帮助你这个胰岛素敏感 另外再加上这个Malicium Malicium也是一样 就是将维他命DK2带入骨头的钙 将它包住 只是尾这样东西 就已经可以令你的胰岛素敏感 深水清的朋友 就会听得出 维他命D加K加Malicium 其实本身就是维他命D的系统 我之前已经讲过有一集 是怎样用维他命D系统 大家可以听一下 我会把连结放在我们这条影片下底 第七样东西就是雪鱼肝油 为何要补充雪鱼肝油呢 就是因为你要补充维他命D 但维他命D 最好不要用丸子去补充 因为很容易overdose 所以雪鱼肝油是有齐维他命A 和有Omega3等等 令你的血管软一点 没有容易有糖化的现象 所以应该用雪鱼肝油 最后不是维他命D 是一些抗氧化的产品 你可以随便用一样的 要是用姜黄素 要是用洋葱素 大部分糖尿病的病人 令到胰岛素敏感些 姜黄素的成功率是高过洋葱素 但如果你有洋葱素用开 都没有问题 你可以继续用洋葱素 洋葱素和姜黄素都可以令到 你身体的胰岛素比较敏感 和身体的炎症降低 就算血糖真的升高了一点点 衍生出来的问题都不会有那么严重 所以刚才那几样东西 如果大家真的有糖尿病 大家可以用这个来逆转 你本身已经有的问题 刚才我所说的所有东西 大家可以缩小螢光幕 左手边有一个显示更多 你按下去就会看到购买连结 如果你用手机看 右手边有一个向下的咀 按下去也会看到购买连结 当你付钱的时候 大家可以打这个折扣码 ZFN572 全张单都很多 5%折扣 好了 我们这集就先分享了这么多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频道 就记得在右下角按这个订阅锡 给个like 按个钟 分享给你身边有糖尿病的朋友 好了 我们这集就先分享了这么多 下集再讲个 拜拜 谢谢你 viral 见到 家里面 点灯 探索 看 免购乱 点燈 转 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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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